我现在行走在咱们银滩 滨海大道 也就是长江路上 在我的左面 也就是南面 是咱们的银滩的体育公园 然后再往西一点 就是咱们大墓子广场了 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现在准备是往右拐 拐到金湖路 这边有个小区 就是我镜头里的小区 叫做海鲜花园 我这个朋友 他在这个地方 买了套房子 最近想出手 让我帮他拍一下 咱就过来了 其实这个小区 我来过几回了 前不久 我还在这拍过一个 一个叫大龄的一个哥们 他这个民宿 给他拍过 因为这个地方的民宿特别好 因为离大墓子太近了 大墓子跟前 咱先进来看看吧 就这个小区 海翔花园小区 看海翔 非常的翔 海翔花园 咱进他的小区大门 给我打开了 小区 非常一个 比较小的小区吧 往哪拐 直走是吧 那就是这排楼了 就是这排楼了 然后就停在这了 对 这有很多停车位 停车在是 这个房子挺别好找的 在这小区东门进来 直接往西走 走到头 就到这个楼就是 它的楼好像是五层 加六层 五加六的 然后房子是一楼 是吧 一楼 然后进来 单元门也挺宽的 进来 不错 这底下也没怎么潮湿 上三级 也就是比地面高三级 然后咱进来了 刚才把这个房门 就是把灯打开了 进来呢 这是一个饭厅 饭厅 然后这边是个 哎呦客厅不错 客厅挺大的 挺亮堂的 这个客厅有几块砖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四块 五块 反正我觉得有个将近四米 那么宽 客厅 然后这边就是阳台了 我们的阳台都是做的 刚刚做的 都做的是这个 一半硬化 是吧 这都是断桥铝 都是断桥铝的 做断桥铝 一半硬化 这一半留的土地 可以种个花 养个草 种个菜 咱进来看看 在院里看看 这个院子呢 大概有20多平米 那个样子 这个大台阶这么大 都换的断桥铝 这个不错 这块 你看你们种的韭菜 种的辣椒 是吧 这是邻居家 邻居家呢 这个院子没有硬化 就不好 这个硬化的就好 在高几层 有三层和地面 不错 不像那个 有的小区 这个一楼的院子呢 它是紧贴着地面建的 那容易潮啊 这个的话 它就悬起来了 还不错啊 这是它的客厅 还有一个老电视啊 这是 这种电视都已经淘汰了 然后咱们再进来看看 这个是大卧室啊 从南的大卧室 有个飘窗 有个一米八的大床 还有一个 这个大衣柜吧 看这飘窗啊 飘窗的形状还 挺有意思的啊 是个 这叫什么 梯形的 梯形飘窗啊 然后咱摆过来看看啊 然后这个是 咱们小餐厅 这边是 咱先不看厨房了啊 哎呀 这是小卧室啊 小卧室也有飘窗啊 像我们谭乡那般的话 这个小卧室的话 就没有飘窗 只有大卧室有飘窗啊 这个房子面积多大呀 88 88平米的啊 哦 那面积不算小啊 这是卫生间吗 卫生间 看看卫生间啊 卫生间啊 卫生间 卫生间也是个名位吧 也有个窗户啊 有名位啊 海尔的热水器 卫生间啊 然后 这是厨房了 应该 厨房啊 我把灯打开啊 这个厨房非常长啊 这一溜子啊 还有 对 还有这个 打的吊棍 这生活过人啊 你看 做饭的痕迹都有啊 然后 这个厨房 还有小阳台的 这样的户型 真是不多啊 这个有一个小阳台啊 然后 这个 大概卖多少钱啊 现在就是我们卖35 35啊 能 能砍多少钱下去啊 查不了多少 因为这个 咱这个位置 或者什么 我们这个小院 都设计的都很好 哦 上面就有这样的设计 是吧 那房子 那边入住 进来以后 什么都有包 二本什么的 都可以 不用买了 那怎么个联系呢 153 1861 153 1861 0617 0617是吧啊 感兴趣的朋友呢 直接和这个朋友 直接联系就行了啊 你们自己砍价去啊 我只是介绍 有这么套房子啊 那 位置好啊 户心也不错 还有医生带小院 出了小区啊 对面呢 就是咱们啊 银滩著名的 北斗湾公园啊 晚上的时候 这边可漂亮了啊 都是这个霓虹灯吧 我先等车啊 这边也会有关心 THAT 这边也会有关心 응 天啊 你 我先等你 什么猜 是因为我 那边有关心 然后说